北韩人民军2号凌晨进行模拟核攻击演习 发射两枚远程战略巡异飞弹 这次北韩射弹演习时机点刚好在 美韩已知自由护盾演习过后 北韩向西部海域发射两枚模拟核弹头 远程巡异飞弹 飞行距离长达1500公里 高度则是150公尺 不过韩联社指出当天北韩成功发射巡航导弹是夸大事实 这次演练除了要展现北韩核武势力外 也是要加强对美韩的军事贺阻 同一时间根据北韩朝中社报导 金正恩亲自前往平安北道 视察北中中央军工厂 不过报导没有提到确切时间 可以从照片看到金正恩穿着轻松便服 以白色五分衬衫搭配米色长裤 在工厂视察指点工作人员 其实近期金正恩在一个多月内 视察三次军工厂 一次在八月初要求军火武器提升产能 而第二次在八月十四号左右 同样下令大幅提升飞弹生产 而这次视察船舶引擎 以强化海军势力 显然北韩不管在核武方面 或是海上军力都不容小觑 根据外媒报导 俄乌战争爆发后 为了预防普丁突发的军事行动 美国将升级驻英军队规模 五角大厦考虑将驻军英国空军基地 协助英国和欧洲 同时也传出要增设放核弹的仓库 引起英国民众担忧核武竞赛升级 记者综合报导